还在为找不到月亮而苦恼吗 还在为做不到三连跳而发愁吗 马里奥银河解决你的所有问题 超级马里奥3D全明星 现在购买还送六四和阳光哦 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Nintendo 马里奥银河是我们银河系 有史以来评价最高的平台动作游戏 我比较有信心 人类应该是本银河系唯一的文明了 如果没有什么已经消亡的史前文明的话 纵观马里奥宇宙的族谱 马里奥六四基本就是3D平台动作游戏的爸爸 甚至可以说是所有后来3D游戏的隔壁老王 你怀疑他们和马里奥都有点关系 因为马里奥六四虽然不是第一个3D画面的游戏 但马里奥六四是地球上第一个镜头 可以和移动分开控制的 在三维空间里随意移动的3D游戏 但是这和我银河有什么关系 2007年13上 雷吉说马里奥银河是马里奥六四真正的继承者 任天堂是不是忘了中间还有一个 银河就是在这样的期望中诞生的 就是要成为像马里奥六四一样 所有人都喜欢的3D马里奥游戏 他做到了 但他用了和六四完全不一样的方法 马里奥六四是开放的相停关卡 银河是纯线性的关卡 六四的动作上天入地 银河里马里奥的动作甚至还变少了 如果说马里奥六四这样的游戏 在核心系统上有了特别大的突破 那银河就是另外一种思路 让关卡回归设计者的控制 给玩家提供更多更小的新奇感受 每一个星系就是一个关卡 每个关卡包含着几个星星 线性的流程更像2D马里奥 收集到星星就完成回到基地重新出发 进入一颗星星 里面会展开一个一个小小的星球 这些球体就代替了其他游戏里的地面 用银河独特的引力系统把马里奥束缚在球面上 把马里奥银河的成功全归功于他独特的重力系统 有点不太准确 但重力确实是银河创造出大量神奇关卡的魔杖 让马里奥在球面上走 想一想好像很头晕 但银河当中的马里奥 不管你处于球面上的什么位置 方向总是画面的绝对方向 只要走两步 你的直觉很快就能适应这个变化的方向感 一个简单的重力变化就让很多本来在平地上做不到 或者很无趣的玩法变得有意思 比如抓兔子 抓兔子 还有抓兔子 怎么这么多抓兔子 还有抓企鹅 马里奥被放在各种奇怪的表面上 上下左右 圆的扁的方的 当你从星球表面远远地跳出去 你还会受引力影响 进入一个椭圆的环形轨道 绕半圈再落回地面 当你跳起来接近其他星球的引力场的时候 还会被它吸引过去 反复变化的引力 扰乱玩家原本的方向感 不论是视觉上还是操作上 都非常神奇 跟奥德赛通关后 月球背后的关卡不一样 银河的重力加速度大小恒定 只是偶尔改变方向 置心都简单地放在了星球横截面的中心 你不用特地去适应它 游戏有121个星星 42个星系 玩起来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在Honey Hive星系里 你可以变成蜜蜂 可以悬停在空中 还可以爬上蜜蜂的墙面 而且当你爬到蜜蜂女王身上 用一种非常有技巧的方式 帮它挠完痒痒之后 它还会夸你 就在你还没有感觉到关卡 有一点点重复的时候 游戏就会 扔给你一个新的idea 开始还在这个环形星球上抓企鹅 到了这儿就变身冰冻马里奥 来到这里来晚了 变身已经要结束了 没关系 蹲跳旋转 然后踢墙跳 成功上墙 被星星发射出去 来到一整段火焰 马里奥的爬山关卡 精彩 关卡被分成一个个小小的星球 整个不那么连续 段落感很强 每一个小星球的目标都很小很明确 开发者就利用这个特点 在每一个关卡里 塞入大量完全不相关的机制和变化 在一个小星星上做些简单的跳跃 然后进入宇宙空间 玩一个动作感应的环节 然后有一些小的战斗 不断向你扔来 要么是全新的东西 要么是之前见过的玩法变化 衍生 举一反三 当然 这样碎片式的加入特别多的机制 也是有缺点的 马里奥银河有马里奥系列 历史上最多的文字教程 这个教程直到快要通关 还会出现 完成一个小星球以后 就进入一个悬浮着的星星 会咚 把马里奥发射出去 然后给你看一段精心控制运镜的星际飞行 作为完成一个小块关卡的仪式 很有成就感 而且这个飞行也不只是酷炫的动画 它会给你提供一种观察整个关卡的新视角 比如这里星球背面的道具 就只有飞在空中的时候才能看到 还有 Gusty Garden Galaxy 我们太难念了 简称为GGG吧 我认为是马里奥银河里面最好玩的关卡 不是因为可以抓着蒲公银飞行 不是因为有苹果一样的星球被毛毛虫连接 是因为 这个音乐 这首BGM就叫Gusty Garden Galaxy 是我认为最好的马里奥音乐 我每次听都一身鸡皮疙瘩 这首曲子酱热血 感觉有种向前冲的力量 丰富的变化给人冒险的冲动 实在是太棒了 摆脱了过去技术限制的模拟音乐 马里奥银河是系列第一次采用交响乐来做配乐 作曲终于完全冲向银河系了 擅长交响乐的恒田真人 为马银写出无数精彩的音乐 闹鬼洋馆里阴森诡异 企鹅海滩上很热带很放松可爱 和库巴的BOSS战也因为BGM的升级 有了前所未有的史诗和危险感 如果说马里奥64创造了整个相停关卡的设计和3D的玩法 那马里奥银河除了重力系统 其实并没有真正前所未有的东西 银河通过把一个关卡分成一个个小块 可以在每一个小块上放置完全不同 跳跃式变化的游戏机制 加上马里奥的动作控制顺滑自然 游戏画面色彩艳丽明快 和马里奥史上甚至游戏史上 数一数二的大量高质量的交响乐配乐 马里奥银河就这样成为了历史上评价最高的马里奥 说到这里你可能跟我一样 有一个疑问 任天堂 骂银二呢 OK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要给我三连哦 欣赏 是 欣赏 官 是 by bwd6